我有了,我们走吧 是一个人,我一定会被处死 他不要你了 上世纪40年代,就岭南地区有一群手身如玉,终身不嫁的女人 他们被称为自书女,按旧书,结婚的女子必须将发便盘起 而不结婚的,也会将发便梳起,归龙于头顶 并通过姑婆屋的一些仪式,宣示其终生不得反悔 否则将遭受酷刑,进猪龙而死 而易欢就是刚加入的一员,本以为这里将是避风港湾 殊不知,他的父母带着富家家丁前来抢人 决意要将女儿嫁给他不愿嫁的人 在自书女的帮助下,易欢暂时被护在身后 但在混乱中,倩倩的父亲还是将女儿拽了出来 他愤怒地规划着女儿的归宿 就连母亲也跪在地上祈求易欢 在此绝境下,易欢的双眼渐渐空洞起来 与其嫁人后被凌辱致死 倒不如现在就一刀了结一切 就在他慢慢举起剪刀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婉转的歌声 只见一个妩媚风情的女子爬来一带银员 树母足以还清易欢父亲欠下的债 家弟们倒也拾去 拿着钱,妈妈咧咧地离去了 就当易欢准备拜谢恩人时 可以转头,那只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隔天的私场里,易欢正在埋头做工 却听到工友们谈着八卦 原来是老板又带回一个清楼的女子 她叫易欢生着一副勾人心魄的面容 而早已对她心存怨恨的几位夫人 决定今天好好收拾她一番 易欢对这些明争暗斗毫无兴趣 但易欢熟悉的歌声让易欢认出了她 真是昨晚救她与苦海的恩人 寻着歌声,易欢望向那位绝色的女子 金灿灿的夕阳下 已然吹风的易欢美得不可放物 为避免恩人被羞辱 易欢慌忙地上前劝她赶紧离开 幻音刚落就迎来太太们恶毒的言语 而镇定自若的易欢面不改色 洋洋得意地怼了回去 大奶奶听罢上前就这一巴掌 结果被易欢硬生生地顶了下来 自淑女们奸壮 纷纷上前保护易欢 面对大奶奶的没完没了 易欢傲慢地警告她 自己将是最受宠的八太太 而气不过的太太们 也只能暂避锋芒 信信地离开了 见她们离去 易欢满眼柔情地捧着易欢的脸 她见过那风月场中 薄青寡衣的人 却不曾想 这世间还有如此纯良的人 没过多久 易欢就当上了八太太 可豪门的斗争永不停歇 刚嫁来几天 她的头发 就被太太们收买的理发师 烫得一塌糊涂 而心灵手巧的易欢健壮 三两下就剪出一个新款式 那时 女子鲜少有这种短发 而本就标心立意的易欢 对此甚是满意 为了感谢 她送出一对母亲留下的耳环 还说易欢是第一个对她好的人 单纯的易欢不解 陈老板难道不好吗 玉欢玩耳一笑 她早就看尽了人间的虚伪冷漠 他们不过是极度贪图自己的美貌 在这世道中 她也只是各取所需罢了 很快到了龙舟之日 老板正与生意伙伴 一一介绍家中的太太 轮到玉欢时 生意人却紧握她的手不放 甚至邀请玉欢 与他们同乘一艘船 惹得一旁的七位太太 羡慕极度恨 端午时节风景秀丽 欣赏湖光山色的玉欢 却看见易欢 正与一名男子在桥上面面相对 从那暧昧的眼神中 玉欢明白了两年的关系 对于此事 她也自然是祝福的 在步步艰险的深宅中 玉欢靠着聪明才智 获得陈老板的毒宠 就连谈生意也不忘带着玉欢 而玉欢也总要带着玉欢 复利堂皇的客厅中 玉欢正陶醉于西方的舞蹈中 她的曼妙的舞姿 引得易欢艳羡不已 自然也引得陈老板生意伙伴的喜爱 于是合伙人借生意为由 将玉欢支走 殊不知 一场男人间的邪恶交易 正悄悄地展开了 来到阁楼 玉欢大放了拉起易欢的手 再跳了一遍刚才的舞蹈 随着生疏的舞步渐渐熟练 易欢露出了欢喜的神情 出生贫苦的她 从未接触过这些东西 除了起初的好奇与新鲜感 却不知竟如此有趣 易欢羡慕玉环的美丽大方 游渥的生活环境 而玉环却始终清醒地明白 这奢华背后的冷清 就在此时 房门被突然推开 易欢被逐出屋外 原来陈老板为了生意 竟将玉环送了出去 那一瞬易欢悲痛无比 但没多久 她便强装镇定 纳住心中的不甘 在勾篮中 摸爬滚打了许多年 她早已有了生存经验 和实实物的意识 只有乖乖地附和 才能让自己 少受一些皮肉之苦 与此同时 在铁门外的易欢心急如焚 但那只能眼巴巴地张望 静静地祈祷着 没多久 天空下起得漂泊大雨 易欢依旧没有走开 躲在杂草中 痴迷地等待着 就这样 不知过去的几天 玉环终于被放了出来 她浑浑噩噩地坐上车 绝望的面孔下 看不出一丝希望 就在此时 她看见了苦苦守护的易欢 那么瘦弱的身影 就快要被凉薄的雨水所吞没 玉环没有犹豫 立即奔向那么倩影 抚向那纯净的脸颊 正如初见时一般 心痛与怜悯 烟雨迷蒙中 两个淡薄的身影相互依微 这个世界早已肮脏不堪 但只有他们彼此守护着对方 永远以最诚挚的心 善待彼此 玉环握紧玉环的手 大步走向臣府 太太们 早已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正尖酸刻薄地议论着 面对这群麻木不仁的冷血女人 玉环立即收起心中的脆弱 那妩媚的笑里满是讥讽的尖刺 一遍一遍地回敬着对方 对于玉环的奉献 陈老板一直心存愧疚 当即呵斥了没完没了的太太们 虽是第一次为她强出头 但玉环毫不领情 言语街 玉家饶不得人 本想可以上岸丛凉 却没想到她上了另一条贼船 玉环对这险恶之地彻底失去的希望 她昂头挺胸走回房间 只有在一环面前 她才能卸下坚强的伪装 推进衣衫 玉环的背后满是触目惊心的鞭痕 一环小心翼翼地给她上药 忽然一声惊雷 吓得一环双手颤抖 伤口也传来一针刺痛 见玉环痛得刺牙咧嘴 一环既心疼又自责 止不住的泪花 滚落在玉环的背上 玉环只是笑盈盈地转头 看着这傻姑娘 在这个薄情寡依的世道中 她是唯一的救赎 自此以后 玉环彻底离开了臣府 陈老板心存愧疚 给了玉环一大笔赡养费 这些钱足够她后半生衣食无忧 这一天 玉环作为陪嫁 随满门口的自书女 一同去往夫家 这是自书女嫁人的仪式 实则是一场假结婚 说白了就是 自书女自费 找家有男人的单位 买份养老保险 再百年之后 有男人小窃的孩子 给自己养老送中 对于那时的男人来说 这场仪式 可以说是分外耻辱的 除非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鲜少有人会娶自书女 新娘穿上红衣 热热闹闹地去买保险 玉环的脸上也洋溢着喜悦 可谁知 这次办喜事的新郎官 居然是玉环的青梅竹马 两人在岸边相对无言 玉环的心中 却早已翻江倒海 到了晚上 新郎的弟兄们 推丧着新人入洞房 甚至还公然调戏起玉环 男人再也忍不下去 想要赶走他们 直到新郎的母亲出现 这事才算了结 经过一路上舟车劳断 新娘已经疲惫不堪 可玉环却迟迟难以入眠 她的心中五味杂陈 做自书女并非她的本意 但这些年来 玉环的心中 一直爱慕着青梅竹马 正当她心事重重时 漆黑的水面 突然探出熟悉的身影 男人小心翼翼地游过水路 来到玉环身边 看着憨厚老实的情郎 玉环也羞涩地说不出话 月冷冷 心凉凉 男人率先开口 我一直都没忘记你 就是这迟来的一句话 却瞬间让玉环溃不成军 这一夜 新娘憨然入睡 新郎却与情人共赴云语 第二天一早 新娘便带着玉环打道回府 但玉环仍旧沉浸在 昨日的情爱中 情难自艺地回味着 而久经风月的玉环 一眼便识破了真相 一番追问 才得知 这个傻女人昨夜的荒唐事 玉环失魂落魄的男男道 自书女若是违背誓言 会被禁猪笼的 你有想过 我该怎么办吗 她对玉环的情意 早已超越了姐妹情 看着依然洗出望外的玉环 她突然吻了上去 和昨夜的荒唐一样 被社会规则训话的玉环 怎么能接受呢 她连连后退 却在无形中 将玉环伤得体无完肤 这些年来 她被男人伤了无数次心 却不知原来女人也会如此 玉环悲痛欲绝 她知道两人再也回不到从前 丢下一句 你要小心便逃走了 此刻 玉环虽逃离了玉环 却丝毫感觉不到轻松 她的五脏六腑 仿佛被凌迟一般疼痛男人 此后 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玉环将注意力转移到情郎身上 两人经常偷偷私会 没多久 玉环怀孕了 她知道 姑婆屋再也待不下去了 便和心上人计划着远走高飞 可胆小怕事的男人 却放不下自己的鱼塘 这次 她终于见识到男人的无情无义 在玉桶中 绝望的玉环 缩成一团懊恼的挣扎者 时至今日 都是她自讨苦吃 最终 陷入极端的她 拿起一根铁丝 结束了她与那个男人的爱的结晶 因失血过多 玉环奄奄一息 玉环看着昔日的至爱 命悬一线 不惜花费所有家当 将玉环救了过来 可玉环苏醒后的第一反应 还是为那个男人寻死蜜活 这次 玉环再也无法容忍 一记而光 狠狠地甩在她的脸上 一直消沉的玉环 总算恢复得离智 这一刻 她才意识到 是谁 一直在陪伴她 在经历了那么多患难后 两人心中的情谊 早就不言而喻 他们离开故土 去了广州 自力更生 曾经光鲜亮丽的八太太也换上了粗布衣衫 婉转的歌声也换成了叫卖声 两人虽清贫度日 但每天都自在地信服着 可如此神仙眷侣 却生不逢时 还没过上几天太平日 可恶的日军就侵略而来 就在混乱之际 玉环碰到了陈老板 陈老板对她念念不忘 买了两张船票要带她走 夜间 玉环握着船票难以入眠 可无奈只有一张 她却希望玉环逃离战争 又无法离开玉环 既然现在要面临分离 她也只求玉环能够逃离 可玉环同样如此 他们俩都希望对方能够活下去 最终为表决心 玉环撕毁的那张船票 可断成两截的船票 给得两人启发 若是运气好 说不定能混水摸一过去 登船当日人潮涌动 轰炸不停 玉环和易环终于挤进了前排 可天不遂人愿 他们走散了 玉环率先上了船 当他焦急地寻找易环时 却发现易环的票被抢了 扔在铁栏之外 一线相隔 仿若生离死别 在混乱中 他们大声地喊着对方的名字 灯光照在易环满是泪痕的脸上 他欣慰地笑了笑 玉环也笑了笑 然后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 毅然决然地朝着易环奋力游去 上岸后 两人远远地望着彼此 千言万语都包含在 这最后的相识与相拥中 五十年后 远赞美国的玉环一次一次地归来 他始终不相信 消失的易环死了 在一年又一年的寻找中 曾经风华绝代的美人 早已满头银发 但他对易环的情谊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 一直留着易环为他剪的短发 也许是上天也被感动了 这一天 他在火车站终于找到的易环 那一瞬间 眼泪模糊了他的双眼 他下意识地整理了发病 继而颤巍巍地走向易环 再次抚向那张熟悉的脸颊 他们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 码头到站台 隔断了一步之遥 却隔不断五十年的相思 颠沛流离的生活 消磨了他们各自的容颜 却从未让他们心中的爱褪色半分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